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這一節我們就一起去跟進一下美國方面的最新情況 昨天我們也有提到 參議員霍利已經發表了一份書面聲明 他公開承諾會在1月6日的國會聯席會議上 對選舉人團投票結果提出挑戰 這個世界往往就是槍打出頭鳥 只是想不到率先向霍利施壓的竟然不是民主黨人 而是來自共和黨的麥康內爾 根據美國新聞網站Exios的報導所說 就說在昨天早上麥康內爾召開了一場電話會議 邀請了很多共和黨籍的參議員出席 其中一位就是霍利 不過霍利竟然完全不給麥康內爾 是沒有應機的 好了在說之前 首先就要呼籲各位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Axios那篇報道就提到 說麥康內爾在昨天早上 找了所有共和黨籍的參議員 出席一次不尋常的電話會議 在這次的會議當中 麥康內爾就說 他已經是做了36年的參議員 投過很多次的關鍵票 其中就包括了有關於戰爭的議案 以及彈劾總統的議案等等 但是在他看來 在今年1月6日 他就會投下有史以來最重要的一票 那是什麼意思呢 其實就是說 霍利參議員和一班共和黨籍的眾議員 在當日就是會提出挑戰的 這個麥康內爾 就是會反對這個挑戰 換言之他根本上就是會認證拜登當選的 這個就是麥康內爾的取態 就是想不到這個人說話是這麼壞的意思 說到自己36年參議員的生涯如何如何 又說1月6日那一票是最重要的 那你最終那一票又是投向 就是有利於拜登那一邊 那你就等同於是背叛了共和黨 以及背叛了總統 那你還有什麼好說呢 當然我也曾經說過 麥康內爾這樣做就不單純是為他自己的 因為他本人就已經是黃色了 問題就是他是為了其他那些議員著想 什麼議員呢 就是不滿特朗普但又不敢宣諸於口的議員 或者是有把柄被人握在手 或者總之就是他的取態是背叛特朗普的人 他就是為那些人著想 是想隱藏這一幫人的取態 其實Axios那篇報道也有說到的了 就說共和黨內部有部分參議員對於霍利的行為 都是感到非常不滿的 因為霍利這樣做 就是他提出挑戰 他就要去到最後辯論員兩個小時 要表決的嘛 這一下表決就是迫使到 這一幫參議員 是要接受一個所謂的終極的中誠度測試了 測試一下究竟你是否忠於共和黨和忠於特朗普 我相信在1月6日的國會聯席會議上 就不單止對一個州的選舉人團投票結果 是有異議的 起碼來說就有七個州 因為有七個州出現了兩份的選舉人團投票 最少這七個州就要進行辯論和表決的 如果有一幫人不妥當特朗普的時候 他就要連續出醜七次那麼多了 當然這幫人就很不想表達這種取態出來的 如果在1月6日沒有人提出挑戰的時候 那麼他們就可以隱藏自己的身份 但是現在就不行了 所有的牛鬼蛇臣在1月6日全部都會現營 那不單止是麥康奈爾的 比如說另一個Pat Toomey 他就經常走出來說 你挑戰這些選舉結果是沒有用的 就是猛潑冷水的 當然吳妥特朗普的參議員 遠遠就不止這兩位的 只不過在台上做跳樑小丑 只有這兩位而已 現在麥康奈爾 向霍利斯壓 無非就是想保護其他不妥特朗普的參議員 使他們不需要在這次的表決當中表態 為什麼呢 因為就算到其時這幫人 我都說過了 就算他不投 不投都已經是背叛了黨和總統 說到這一場的議案 是這麼重要的時候 你就一定要反對選舉人團投票結果才行 如果你不是投下反對票 你是投了贊成票或者投棄權票或者不投票 你都已經是有問題了 是不是 你明明就是出現了這麼多種種亂象的情況下 你都不去反對他的 你這個反對不是為了特朗普 也不是純粹為了共和黨 而是為了捍衛選舉的公義 沒有的 全部都是假裝盲的 當看不到算數的 這些人根本上就是不稱職 霍利這位參議員就是值得人民的尊敬了 為什麼呢 他就完全是沒有接到這個麥康內爾的電話會議 都不止 他在昨天下午發了一封電郵 給全體的共和黨籍參議員 解釋他為什麼不出席這一趟的會議 他就拋下了一句說話 霍利就說 如果你們一直都有跟家鄉的民間人士對話 我相信你們都會知道 其實很多的民眾對於這次的選舉 是有多麼的憤怒 以及失去了希望 他們對於國會幾乎完全沒有採取任何行動 是感到沮喪的 他就拋下了這一句 他就解釋完了 你作為一個國會 是不是應該做好把關的工作呢 當法院都已經是失行的時候 你立法機關就應該做回應有的事情 沒有的 不做 不做不只當霍利去做的時候 你還要打壓他 你還想他收皮 讓他搞不成這個挑戰 大家就可以隱藏取態了 這些是什麼質素的議員 反而霍利的態度 就真的值得別人欣賞 為什麼呢 他都明知道 在國會聯席會議上提出挑戰 到最後都是徒勞無功的了 你以為他不知道嗎 但是他就是抱持著一種不可為而為之的精神 是一種永不放棄的精神 他捍衛的是公義 很清晰的 表達給這群人們聽 這群人做得久了 可能會畫瓦 或者是他有其他的企圖 或者目的 反正就展現出他們醜陋的一面 好了 當然霍利現在面對著的 不僅僅是共和黨內奸的壓力 他也接受民主黨人的夾擊 民主黨參議員Chris Holland 就對著CNN說 霍利現在的舉措 就在破壞民主的重情 就說他打算挑戰選舉人團的投票結果 是冒險的行為 這個民主黨人所說的 又是自打嘴巴雙重標準 在過去這麼多屆的總統選舉當中 民主黨人對於選舉人團的投票結果 沒有挑戰過嗎 挑戰得少嗎 不過你挑戰失敗而已 為什麼你做挑戰的時候就好地地 還要獲得這麼多主流媒體的稱讚 又說你有權這樣做的 你是合法這樣做的 當共和黨人提出挑戰的時候 你就說他破壞民主進程 這些完全就是賭果為恩的說法 究竟是為什麼人家要提出這個反對 正正就是因為人家認為這一趟選舉出現了違規行為 這些違規行為才對於民主制度有所破壞 你現在反過來就為人家提出這個挑戰就是破壞民主進程 這些簡直就是賭果為恩顛倒是非的說法 霍利對於這位Chris Holland議員作出了駁斥 他就說 民主黨在過去這麼多屆的大選當中 都曾經作出過類似的挑戰 現在當共和黨人對於選舉誠信感到擔憂的時候 難道應該全部坐在這裡收聲嗎 霍利就說 必須要有人在國會說出來 代表著7400萬的選民來發聲 這正正就是我作為參議員所應該要做的事 霍利這番說法真的夠正氣了 除了民主黨的夾擊之外 昨天也發生過一段小插曲 這個Wallmark的超市 他們竟然在Twitter上出了一條貼文 就說霍利是輸不起的失敗者 當然 其實很多不喜歡特朗普的人 往往都是說這些話 對於事實也不看 對於證據也不看 一邊就懂得說人家輸打贏要 輸不起 賴死不走 就說這些掃諸情緒的說話 Wallmark昨天的Twitter 也是出現了這些貼文 當然 後來他們就說 這只是誤會而已 是編輯 錯誤地用了Wallmark的Twitter去發文 就向霍利道歉 實情霍利也不弱 他就駁斥Wallmark 怎麼說呢 他說Wallmark 是污辱了7400萬的美國同胞 說得很好 對不對 特朗普至少是拿到7400萬票 無論給你怎麼模 怎麼弄都好 他都還有這麼多票數 這個就是相當厲害的 好 接著我們就再說說 無論特朗普能不能夠成功連任都好 共和黨在接下來兩年至四年 將會陷入一種什麼狀態 我相信會陷入一種事實上的分裂狀態 當然 你說會不會抹開成為兩個黨 又未必 但起碼整個共和黨就會分成兩種 其中一種就是以特朗普為首的一派 另一種就是那些反特朗普的流派 那些人大會集 事實上來說 其實有不少的頭面人物 還有政客 在心底裏面都是不妥特朗普的 是嫌他阻定的 但是惡於特朗普 他是擁有超強的人氣 還有堅實的民意基礎 所以他們才不敢出來 罵特朗普 不然這群人早就飛琴大咬 好了 現在來說共和黨內部 究竟哪些人會向特朗普靠攏呢 我相信主要就是那群眾議員 因為眾議員的任期就是兩年一屆 現在選完之後 其實到了22年又要再選一次 那這群人就很快要面對多一次民意的挑戰和考驗 如果他們想繼續撈下去的時候 當然他們就是要向民意靠攏 也就是要向特朗普靠攏 反之那些參議員 一早就六年了 每兩年就改選三分之一 在這樣的情況下 那群人就比較脫離民眾一點都不要緊 因為他們一做就六年了 有段時間都沒有改選 所以這群人就會比較疏離特朗普一點 大家現在看到的情況也是這樣的 已經有接近一百位眾議員 表了泰華要在1月6日那時候 挑戰選舉人團投票結果 但奈何在參議院裡都是一位那麼大把 當然我相信不止一個 起碼也有幾個是親特朗普多一些 不過就是那些人不想表態 或者不想蒙受一些壓力 大家看到霍利就知道了 出了一份的書面聲明而已 每個人就猛地在那裡咬他 共和黨的內奸也咬他 民主黨也咬他 那麼可能有部分親特朗普的議員 就不想承受這個壓力 那麼我相信霍利就絕不孤單的 但是共和黨遲早都會邁向這個分裂的事實 那麼當然你說會不會最終成為兩個黨呢 又未必 但是啊 起碼來說在黨內會出現分裂的情況 因為大家有眼見的 有些人就是名義上的共和黨人來的 披著共和黨的皮 那個骨其實就是民主黨的 你有什麼好說呢 尤其是這個馬康內爾 經常去做駕倆 永遠只會向特朗普抬降 反而拜登那邊他就不動的 當然大家不要被他蒙蔽了 他就曾經說過 就說拜登那些內閣成員 我們參議院要逐個來審批的 他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他就是要認證拜登成為了事實上的總統 所以他就說出這番說話 他根本上就是有意來說的 他說逐個內閣成員來審議 無非就是認定了拜登已經是總統的意思 所以不要被他蒙騙了 這節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